是的 大凱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我們的市東市場 不得了啦 歡迎到我們的帥哥老闆 你好... 老闆 不好意思 搞錯了 你這個杏鮑菇真是 我應該要怎麼稱呼它呢 又直又長又白又漂亮 對 這個 這個很粗耶 這一隻 這個等級是A加的 A加的 頂級的 最大的 那通常等級越高的會越好吃 這麼厲害 因為杏鮑菇大家都知道 這個有一個 房間有一個說法 就是平民的鮑魚對不對 而且杏鮑菇這個營養價值非常高 可不可以請老闆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杏鮑菇到底要怎麼挑選 一般挑杏鮑菇 當然就像這樣子 枕鮑菇完整 這個更肥耶 這下面這一節要飽滿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稍微摸一下 它的觸感 它如果是有彈性的 表示它很新鮮 如果說稍微有點軟了 可能就是不是那麼新鮮 然後再來枕豬這樣子 非常完整 對 雖然我們有時候看到 稍微有一點點黃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它只要跟空氣接觸 它就會氧化 這代表說它裡面有鐵質 是基本上正常的現象就對了 是的... 老闆那很好奇 就是像我們平常挑杏鮑菇回家 都是比如說 這個好像一個酒瓶有沒有 就像我們挑了漂亮的杏鮑菇回家 但是我們要怎麼保存呢 通常我以我過去的料理經驗 就是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是 可能冰個一個禮拜 出來它就會有一個出水 就是外面濕濕的這種狀況 這個都是正常的嗎 其實基本上你如果要保存的話 保持乾燥 當然你用刷袋包起來也可以 可是冰箱畢竟會有點水氣 那你知道乾燥的情形之下 三天到五天它都是OK的 對 所以保存正常 存放可以三到五天 是 那假如說冷藏跟冷凍 你會建議怎麼保存呢 我是建議食物還是冷藏比較好 因為你如果冷凍之後 拿出來解凍 它的口感就不會有來那麼好 那再來就是建議 食物還是新鮮食用 對 盡快把它買回去之後 趕快把它用完 啊 最新的最好吃 對 新鮮的還是最好 三到五天趕快就把它解決掉 是 對不對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也很特別 這個我們叫做杏鮑菇頭 這個的口感會比 這個紅蟲還都沒有看過 對 這個是第一家也是最大的 對 然後一般我們看到 可能會比較小 對 那它這個就是在種植過程當中 如果先長出這個頭 它就不會長杏鮑菇 所以從真空包裡面 太空包裡面長出來的 假如不是長出杏鮑菇就是骨頭 對 如果長了 長了這個頭 它就不會長這個 那這個頭 這個是用刀刻出來 還是它自然天生就長出來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都不規則狀 只是有大小之分 那越大顆的也是越好吃